而现在在这个意外开挖的现场 其实还有一个潜在的隐忧 这是因为现在有数十吨的土方 就压在高架桥上 而且除了崩落的土石之外 在南北两侧 还有多达50台以上的挖土机跟沙石车 我们记者在现场观察 就发现只要有车辆经过 这整个桥面就会晃动得非常厉害 高架桥的承载力跟安全性 让人担心 沙石车轰隆隆地开过 放在采访车上的透明宝特瓶水 开始跳动 旁边晃动得这么厉害 不要说宝特瓶水 就连坐在车子里不动 感觉都很恐怖 这个国道三号高架桥 自从山崩之后 每天都有超过50台以上的挖土机 没日没夜的赶工 还有数十台的沙石车 来来回回穿梭 几十顿土方压在高架桥上面 还有这么多的大型基础和车辆 这座已经残破的高架桥 能不能复核 就是上下晃动一下 这个桥梁可以撑得住 它这个是一个惯性动作嘛 所以它本身就有一个弹性在啊 可能说没有吧 所以觉得是安全的吗 安全的 国道三号高架桥有伸缩缝 中间有保力龙缓冲 但是长时间负重 难保不会有问题 现在虽然是救人第一 但是相关单位也应该实时检验 桥端的承载力会不会到达临界点 免得后果更严重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